欢迎收看本节目 不是特别的好 皮肤也又黄又黑 不知道是为了再为自己的新电影改变形象 还是因为自己的身材管理没有管理好呢 贾玲作为娱乐圈里面 现在女搞笑演员的顶流之一 每年会为我们带来 非常多十分优秀的综艺节目和电影作品 由她和沈腾 华晨宇 关晓彤一起拍摄的王牌 对王牌这一档综艺节目 在最近也开始到第六季的正式拍摄 这四个人也是第三年在一起合作了 也让非常多的人十分的期待 贾玲在综艺这一方面 真的是综艺能力非常的强 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十分搞笑的点 并且整个人也非常的活跃气氛 也有非常多的人 把她称为娱乐圈里面的搞笑演员的顶峰 她和玛丽两个人 几乎承包了搞笑界女演员的半边天 不仅在综艺节目里面的表现非常的好 她在非常多的搞笑电影里面的出演 也是非常的优秀 不得不说 她在演技这一方面 也获得了非常多人的喜爱 而最开始的贾玲搭档 娱乐圈里面的相声演员白凯南 在很早的时候 就已经登上了 央视春晚的舞台 这两年贾玲也会有固定的节目 在央视春晚上与我们见面 这也是对于能力的一个认可了 而贾玲在很早参加综艺节目曝光 自己的早期照片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贾玲在最开始也是一个非常苗条的女生 长相也是非常的美丽呢 她自己也在综艺节目上面 把表示自己最开始是想要考 北京电影学院的戏剧表演戏的 但是没有想到最后 却调剂到了另一个戏 而这一个改变正是 贾玲开始她的搞笑之路 并且当时贾玲的姐姐 因为贾玲被调剂到了这个专业 而非常的不满 并且表示贾玲的长相 在当时非常的优越 如果作为一个演员的话 也是非常高的颜值 被调剂到这一个专业一样 让贾玲非常多的亲人们 十分的不满意 但是没有想到 贾玲这两年在 搞笑这一方面越做越大 也非常多的人 越来越认可这一个女明星 在之前包贝尔 和包文健的婚礼上面 贾玲和柳妍 一起作为伴娘 为了缓解柳妍遇到的尴尬 贾玲挺身而出 也让她受到了非常多的好评 不得不说 这一个无论是 在个人实力上面 还是在人品上上面都获得了 非常多好评的演员 真的是 非常的优秀了 最后也希望 贾玲可以好好的 做一下身材管理吧 毕竟在之前也是一个 非常漂亮的姑娘啊 也期待着第六季王牌 对王牌的播放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